男人恬不知耻地抱起别人的老婆 打算来一场说完就完的游戏 女人吓傻了 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男人强行带着跳进深不见底的大海中 然而 这个鲁莽的举动 很快就让男人后悔终生 激情退去后 男人突然意识到自己忘了放梯子 可此时游艇上只剩下一个沉睡的婴儿 其他人早已跳进了海里 男人的鲁莽让他们当场呆住 众人纷纷聚在游艇边 不断尝试跃出水面 然后爬上甲板 可游艇表面过于光滑 两米高的船舷上 连个能抓住的东西都没有 想从海里回到船上几乎是不可能 更糟糕的是 游艇正处于大海中央 距离陆地几十公里远 放眼望去 四周荒无人烟 连一艘渔船都没有 六人原本计划的豪华度假 变成了在海上的生死考验 如果不尽快上去 就算没有活活累死 也很快会体力不支沉入海里 在这紧要关头 船长找来了一个冲起海豚 打算踩着他回到游艇上 不出意外的话又要出意外了 船长刚踩上去就倒在海里 海豚也直接漏气了 这下希望变得更渺茫了 船长只好来到船围找机会 奋力跃出水面 用力抓住垂下来的旗子 打算靠他爬上去 可旗子质量如同大火的智商一样堪忧 刚爬上去就直接裂开 船长绝望地发出怒吼 见船长都无能为力 众人彻底慌了 纷纷询问船长 还有没有其他可以上去的办法 船长却表示着游艇昨天才买的 他自己都还没琢磨明白有啥功能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众人只能尽量节省体力漂浮在海里 希望有船只经过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 炎热的太阳将他们烤得头晕目眩 黄毛妹终于无法坚持下去 身体酸软 双腿无力 无法继续踩水 他慢慢游到船长身后 打算搭在他身上稍作休息 但船长也是强弩之末 结果被黄毛妹按进海水里 幸好没有枪死 看来男人是指望不上了 此时 黄毛妹注意到穿着救生衣的好友纳美 突然抓住救生衣的两侧 拼命撕扯 想把衣服抢过来穿在自己身上 这突如其来的袭击 差点夺去纳美的生命 纳美不会游泳 幸好她的丈夫及时制止 对黄毛妹的家人一顿问候 气氛顿时紧张到极点 就在众人争吵之际 上方突然响起手机的铃声 所有人都停止争吵 急忙寻找声音的来源 他们看到装着手机的衣服 恰好锤在游艇边缘 抬起手就能轻松取下来 可就在衣服被拽下的瞬间 手机意外掉进了海里 直接死机无法使用 绝望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众人脸上写满了身无可恋 至今仍难以相信 原本应该是愉快的豪华游艇之旅 竟然转变成了生死考验 更令人无语的是 几人更是发生内讧 大声争吵 互相指责 宣泄情绪 就在他们争吵时 一阵轰鸣声从不远处传来 游艇正快速驶向他们 几人欣喜若狂 只顾伸长脖子挥动双手 刚刚吵架就知道张嘴说话 一道求救就成了哑巴 结果可想而知 对方将这一切视为友好的打招呼 还配合得挥手质疑 最终 在众人惊讶和困惑的目光中 游艇毫不停留地快速擦肩而过 看着游艇慢慢消失在视野中 船长自责不已 如果不是他抱着别人的妻子 跳进海里 这场意外根本不会发生 但在思考之后 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脸上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火花 他迅速脱掉自己的泳裤 然后坏笑着让其他人也赶紧脱掉 男人光天化日之下脱掉了自己的泳裤 还坏笑着劝其他几人也赶紧脱掉 虽然众人很不情愿 但此时被困大海中央 不管男女都只能顺从 接着船长把众人的泳衣做成一条绳子 打算借此爬到船上 可当他就快要抓住栏杆时 绳子突然裂开 船长猛地栽进了水里 众人一副身无可恋的表情 因为衣服和希望皆失 出于无奈 锁龙只能另寻他路 随即潜入海里 寻找游艇下方是否有什么自救的方法 结果不仅什么都没发现 反而还把泳镜弄掉了 慌乱中嘴里的匕首也意外掉落 锁龙连忙下前去捡 好不容易捡到却憋不住气了 幸好最后还是有惊无险地浮出了水面 耳朵里都流出了鲜血 很显然 这小子差点就可以见太奶了 见此情形 好友直接夺过匕首 紧接着狠狠地朝着游艇刺去 高档的气垫很快就变得坑坑洼洼 船长立马急得满脸通红 冲上去一把制止了他 本以为对方能冷静下来 不料变得更疯了 他再次抓起匕首 还想继续捅进去 一番打斗后 好友突然停下了动作 呆呆地愣在原地 众人也都纷纷吓傻了 更让人傻眼的是 这小子毫无常识 猛然一把将匕首拔了出去 众人嘶喊着试图阻止 可一切都太晚了 喷涌的鲜血瞬间将海水染成红色 这一幕让人触目惊心 危急时刻 他们急忙帮男人捂住伤口 拿泳衣给他包扎 可伤势实在太重了 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只有尽快回到游艇上 还有一线生机 可想要上去比登天还难 归根结底 还是船长的错 为了寻求刺激 不但抱着别人的老婆下水 还忘了放下梯子 两米多高的游艇根本爬不上去 就这样在水里泡了一天一夜后 男人最终因湿血过多死在了女友怀里 更令人崩溃的是 为了节省体力 女友还不得不将男友推开 亲眼看着他飘向广阔的大海 如此悲惨的一幕 让朋友彻底崩溃 他愤怒地游到船长面前 质问船长为什么如此小气 人家只是想在游艇上扎几个洞爬上去 你小子直接给他来一刀 这时那美赶紧过来阻止 毕竟到了这个时候 追究责任早已没有任何意义 如果不尽快想办法爬上游艇 剩下的几人最终也会变成尸体 其实船长也不想这么做 但谁让他爱装模作样 非得把朝老板接的游艇 说成自己的呢 此时 其中一人害怕血腥味会引来鲨鱼 自顾自地游向远方 可他还是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等众人发现他不见时 早就溺水沉入了大海里 男友和朋友相继离去 女人觉得这里没什么好留念了 于是决定从这里游回到 几十公里开外的海岸线上 众人清楚留在这里只能等死 于是没有一个人阻止 原本的六人团体如今只剩三人了 就在他们万念聚会等待死亡时 突然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 这也再次点燃了纳美活下去的念头 婴儿在游艇内饿得凹叫 可他的父母困在大海里一天一夜无法上去 听到女儿的哭声 原本生无可恋的纳美 重新点燃了活下去的念头 迫使自己冷静下来寻找办法 可如何逃离这里才是关键 回想起同伙们求生的方法 觉得砸船这个方法更可取 可此时匕首已经不知所踪 现在想要找到 跟在大海里捞针别无两样 一旁的船长也看出了纳美的想法 赔钱总比丢命好 于是他不再顾忌太多 紧接着带上潜水镜 想都没想就潜入了海中 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从黄昏到天黑 却没有任何的发现 更糟糕的是 海上突然下起暴雨 风浪也越来越大 为了在风浪中保持平衡 同时节省宝贵的体力 纳美只能将至爱的丈夫推向海洋深处 不知过了多久 幸存的难美和船长躲在船尾 他们抓住游艇排水口 避免被巨浪冲走 此时的船长无比的自责 要不是自己装模作样 也不会接连害死几个朋友 想到这里 他直接抓起潜水镜 然后拼命地朝着游艇砸去 恨不得把这个借来的破船 打出一个大洞 可还没坚持多久 潜水镜就四分五裂 锋利的镜片更是划破了他的手掌 可就在这时 一个大胆的想法油然而生 紧接着急忙游向游艇侧面 然后把薄的镜片插进船侧板上的缝隙 最后竟用双手死死抓住镜片 他竟然打算用自己做梯子 让难美踩着自己回到上面 就这样 难美先是踩住他的肩膀 然后再踩住他的手 尝试着朝甲板爬上去 不知经历了多少次的失败 好在最终成功攀住游艇边缘 可就在他竭尽全力向上爬的时候 船长的双手被踩的 几乎要被锋利的镜片切成两半 但为了防止难美分心 他选择强忍疼痛一声不吭 直到对方成功爬上甲板 他这才心满意足地松开了手 最后忍不住地大声哀嚎 听到船长发出的声音 难美一刻也不敢耽搁 急忙放下梯子 紧接着快速朝孩子的房间跑去 幸好孩子只是掉在了地上 并没有什么危险 然而过了很久 船长依旧没有回到船上 难美意识到 他自责害死了多个朋友 无言活下去 选择陪葬 最终就只有难美和自己的孩子活了下来 死里逃生的他连喝水的力气也没有 就这么躺在床上静静地望着熟睡中的女儿 同时他也暗自下定决心 从今往后再也不坐游艇 只是可惜 他得背锅赔破坏游艇的钱了